无揭露离带等,受保公众表示,换出失会导致经贴并加强防疫。 我是做幼儿园的,所以我也是会做A2系,一个礼拜做一两次,所以挺安全的。 我现在买好的东西,我就要回家赶快冲凉防疫,不得了。 远程医疗服务业者发现,春节期间的远程医疗需求报长一倍,当中官兵确诊者占八成。 医生表示,奥密克戎的传播力强,但因为疫苗接种率高,所以患者的症状不严重。 多数的病人只是一点伤风感冒,一种激少,激少就是一六天,很少人超过三天四天,多数的激少就已经测试持病性了。 受保医生表示,这波疫情预计会持续多两到三个星期,单日最高病例可达到两到三万期。 但是,只要全民齐心协力,注意卫生,遵守防疫安全条例,仍有万能大纳加低软病几率。 连锁家庭诊所,来服事医疗指出,春节期间看诊人数增加两成。 在试子检测计划下,接受冠病检测的病患则占其中四成。 大多数确诊病患都出现轻微症状,所以被列入追加康复计划在加速量。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冠病确诊数增加,多数公共医院的急诊部门也出现人潮。 病患看诊的等候时间变长。 一些医院和医疗集团通过社交媒体呼吁非紧急病患和亲证患者尽量到诊所求医, 以便让重症病患及时获得医疗帮助。 国大医院在Facebook贴文确请非紧急病患病院到医院急诊部求医, 并表示病情无疾患者将获得有限诊治,而其他病患的等候时间将会拉长。 医院也建议家长,如果有孩子需要求医,可到旗下的母级班人而可诊所问诊。 负责管理黄庭芳综合医院的女郎保健集团也在Facebook表示, 医院急诊部进来出现许多看诊的病患,导致等候时间比平时长。 因此建议快速抗原检测成阳性患者, 并建议快速抗原检测成阳性的患者, 了解最新医疗程序,再评论自己是否需要到医院急诊部看诊。 急诊部同样出现人潮的邱德巴医院, 也在Facebook上将优先照顾情况危机的病患, 并建议快速抗原检测成阳性的患者, 如果只是情内症状,可到公共卫生防御诊所求医。 冠病病例增加,本地家庭诊所前来看诊的人增多, 那部分都是轻微或无症状冠病患者。 到诊所主要是为了获取医生证明自己康复, 卫生部、人力部、教育部和幼儿培育署的联合文告指出, 要重返职场或回校上课的人, 只需冠病检测阴性无需医生的证明。 根据现有卫生程序, 公共快速抗原检测成阳性的人, 需在家中自我隔离至少72小时。 如果身体状况良好, 他们可在自我进行快速抗原检测成阴之后, 接受隔离恢复正常活动。 不需要医生的信函证明已经康复, 便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回校上课, 包括学习教育和高等学服在内。 当局也呼吁雇主熟悉这些卫生程序, 为影响染疫员工, 要求医生所发出的康复证明。 马来西亚新增病例飙升到9117企, 是近4个月来的新高, 也比昨天多了1800多宗。 香港今天新增351宗确诊力,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待日新高。 其中343企属于本土兵力, 又近一半源头不明, 而且遍布香港多个地区。 香港出现低谷波疫情, 15级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运绩, 人们在春节期间入访军会, 病例在春节假期过后恐怕还未激增。 香港特首昨天指出, 如果情况恶化, 将推行一系列新防疫措施, 包括排发快速检测仪 给所有市民进行自我检测。 韩国今天新增36362期病例, 单日病例首次超过3万期, 而且大部分属于本土传播力。 台国单日新兵力进行迅速飙升, 两周内增加了5倍。 春节人员流动, 促使当局向线确诊将进一步增加。 当地原地中间结束的防疫措施 也延长两个星期, 直到2月20号。 同时, 欧米克戎也继续在俄罗斯境内传播。 当地今天通报新增17万千千282期病例, 已经连续13天写下疫情新高。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序的通计, 美国过去5个8月内有10万人死亡病, 每件死亡病例一波90万。 德国患病群人力持续信心高, 每10万人中就有近1350人染疫。 结果如此, 家务病房的重症患者维持在2300多人, 不到去年初第二波疫情高峰期的一半。 美国欧米克戎感染力又下降趋势, 不过死亡率持续增加, 每天平均2400系。 美国疾病共振于预防中心数, 死亡率激增的情况, 一般在确诊率飙升的几个星期红彩线。 当地的重院率也维持在高位, 是一些地区的医疗体系承受压力。 德国新型国同报近25万人染病。 罗伯特科和研究所也发现, 更多年长者感染奥米克戎毒株, 疗养院爆发感染群。 不过完成疫苗接种或重设折驾机会, 中文情况不比德尔塔利前期接待的多。 暴力对强试试随意上证人接种疫苗的法律近天期生效, 不愿接种疫苗者将一对罚款。 当地警方3月中才会开始对公众展开截查。 西班牙则计划在下个星期解除户外强制戴口罩的规定。 当地为了遏制奥米克戎毒株传播, 去年底重新实施口罩令。 不过近日感染与流走下降, 一些地区已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超过半数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谴责朝鲜最新的导弹施射。 包括美英法在内的8个安理会成员国, 以及日本表示, 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是基因破坏地区稳定的重大升级。 安理会持续保持沉默, 只会中长平壤, 自以往为。 开年以来, 朝鲜在一个月内9次试射导弹, 而最令人担忧的是上周发射的火星12型中长弹道导弹。 这是朝鲜自从2017年以来, 试射的射程最长的导弹, 可直击美国领土弯导, 美国敦促案例会采取行动。 中国则敦促美国与朝鲜就核武计划进行对话, 并认为美国应该提出更有吸引力, 更实际、更灵活的做法、政策以及行动来回应朝鲜的诉求。 乌克兰紧张军事持续升温, 第一批支援美约盟军的美国使命级军机分别抵达德国级波兰, 这是美军向都赠平3000人的其中一部分。 面对俄罗斯的威胁, 美约加强在地中海等多个边防区的军事演习, 当中包括美国派遣的航空母舰及战斗机。 另外中的中俄首脑行进行在北京的会晤, 美国公務院代表说, 中方应该借这个奇迹, 劝戒俄罗斯缓和武汉进行军事, 这是世界队强迫的期许。 日本旗下厅预测, 央海地区将在这个周末迎来暴雪天气并可能出现雪崩。 当局呼吁民众提高警惕, 留意屋顶的积雪塌落, 避免发生事故。 北海道到本州岛西部的地区, 也受到冬季强烈地气压和冷空集团的袭击。 当局表示, 北陆地区和新西县的山区积雪量在一天内将高达90厘米, 并预计冷空集团将移到太平洋, 导致东海市和其他地区出现继续阻碍交通中心。 下节新闻还不为您报道, 伊丽会展开试炼计划, 一更宽松的限制措施举办艺术年初, 目前已经收到4份申请。 林丽市国菜炸薯条受到突破诺帐影响价格上涨, 当地人为了美食只好继续买单。 一个产品盛 dispatch, 公众各节新年快乐万事与业 无论争接奋炒 也许日光标香马油不可少 全家大小都正好 好 国家艺术领事会在六个地点展开试点计划 表演者和幕后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受限 观众无需隔开座 但无需全程戴口罩 业力会指出至今已经收到四份申请 观众人数介于100到1900人 记者陈月儿报道 历史丽演唱会将是首个在这项试点计划下举办的演出 到时明海艺术中心剧院的1900个座位将全数开放 观众可以无需隔开座 多达44名亦完成疫苗接种 和快速抗原检测的演员及乐手将同台表演 当中获半数的人不必来口罩 很久没有40个人在台上了 也有三年 最大的分别就是观众出席的人会比较多 多一点掌声会比较 热闹起来 每个人员来看我们这场演出的时候 大家都一定要去做检测 所以我们在开这个票房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于把这个检测费的那个费用 已经有考量在内 所以在票价的等待 我们都已经有稍微调整了一下下 另一个试点区在新加坡大会堂 新加坡华乐团将会阶段落实计划 80多名演奏家时隔两年将齐聚一堂演出 我现在身处的这个音乐厅最多可以做满800多名观众 如果有碍于目前疫情还未稳定 新加坡华乐团决定在3月底的第一个演出 保留现有的安全距离 所以倒是只能坐满250人 从参加到演出 其实我们所要增加的费用 是需要几千块的费用 然后将几千块的费用 把它算在一些非职业团体的这些民间的稳定 是很高的价格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伙伴 其他参与试点计划的还包括 维多利亚军院与音乐体育 跟海关金沙军院和新加坡专业军厂等 引领会希望通过这项计划 测试不同场地的情况 并在各外运作和成本之间求取一项 满地关闭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不少企业必须制定业务持续计划 小心应对奥密克戎变种毒株带来的冲击 有些公司连食情人铁博山医员工的工具 六五度之初 公司超过两周的员工确诊之后 无法上班 人手短缺的问题一种 在人来人往的时隔离 每天接触不同顾客的情节无人 只燃溢的高风险群 有请记录斯表示 过去两个星期 每天都有员工确诊关闭之后 无法上班 公司只会拼清更多零食工 这间家私厂则是选择培训在职员工 凝替其他岗位的染疫同事 比如电脑部的职员暂时处当司机 负责安装程序的职员 被派去进行电子相关工作 分析师认为 雇主可以把培训社会的成本 当成保障公司运作的长期统策 分析师提醒 医疗公共交通 社交业和建筑业者 也需制定更紧缺的业务持续计划 以应对冠病带来的冲击 新加坡警察部队表示 以准备就续 实施分层措施维持运作 将官民疫情对警队工作的干扰 降到最低 在出现人手部阻的情况下 警察部队可能会重新部署人员 审视作事制定预定 上乘日常运作 联训和休假计划 维持警队正常运作 在这段时间 总有警员 仍需期训续重新有难安全防疫措施 例如美洲几千快速抗原检测 以及必要是传带个人防护装备 民防部队也出台类似措施 并严格限制换班期间的人员互动 奥米克戎明度中4月 美国就业市场却积极招聘 彰显了抗烈的特质 政府星期五公布的经验报告显示 美国一月非农业就业人数增加 46.77年 出乎仅仅是意料 但当地的失业率也从3.9% 升到3% 疫情下依然连续3个月取得亮眼就业数据 美国总统拜登行行买卖 认为这些事部组对较长期经济增长 依然有信心 愿意再支持招聘 他指出 美国官民病态增长有所怀疾 但国内目前面对高风障问题 政府正致力于加强供应链压低成本 让人民又喘息空间 Average people are getting clobbered by the cost of everything Gas prices are the pumper up We're working to bring them down with their up Food prices are up We're going to bring them down as well 报告也寻出 美国失业率为生 主要是更多人开始找工作 但并非所有人能把上涨的工作 经济师相信 经济迅速重开 但一些领域还无法正常运作 以致工需失衡 商场也没有路过去一样 大幅削减冬进假期负用的员工 A lot of retailers didn't cut their holiday burgers which usually happens in January So that's a sign of how companies really want to hold on to any workers they get 就业情况和常年行进风涨的奖金 促使分析师相信 美国央行三月为调高利率至少25个纪念 随着能源和原料涨价 比利时的代表性美食炸薯条也跟着起价了 虽然价格上涨幅度不高 但是对勤迁薯条的比利时人来说 当地多年来首次调高主条的售价 还是相当令人心痛 比利时目前共有约4600家 同薯条生产有关的生意 燃料以及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加上比利时的高通涨率 导致业者并无可避 只能将炸薯条价格调高约10% 全国薯条制造商工会主席表示 这个情况是无可奈何的 当地居民表示 为了维持炸薯条的高品质 愿意承受涨价 价格新闻还不回应报道 本地多个景点 新年假期之后 人潮依旧不减 带动餐饮业子上的出品 本地业者在马达岛尽早 全球最大的普通太阳能花电厂 未来有望将部分电脑 输送回新加货 天气预防 是有三零点击问你呈现 疫情各海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但这对情侣在疫情下 从相恋到爱房结婚 只用了半年时间 是意识成动 还是情之所定 时程有约 七吉一晚上六时三十分 八频道 你也可以上网友 免费随行全看 更多时程有约试片 我们要努力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历新闻的首个周末早上东海岸以外不少重机轿踏车 野餐火吹寒风 中方参与业者表示近期人确实有所增加 省略有其色 昨天晚上星期五的流量大概增加20% 所以我的生意也是增加10到20% 从3月开始我们看到增加了20%的流量 上次周末我们看到了差不多5%的增加 因为我想大多数人在上以外 运动或是来自腹血吸引动器 不是真的来因此的 在米韩兰花园 人群举办多项重处活动 与花混战和转到河畔 引起大批人潮前去 来自圆域的参与中车床 也会上升地道宣传 其间会加派人手 举办时刻遵守安全观的措施 因为家庭用餐就比较小心了嘛 用餐时间它有缩小 就是他们也是避免逗留太久了 它不像之前这样 用了餐这样讲两句呀 现在基本上的趋势不一样 在这个春风和盘这个期间 我们的营业额长了大概18岁 然后人工方面 其实我也加派了多一两个人手 因为在用餐的时候 然后人手会要确保安全距离 然后还有就是 不可以用餐的时候 会觉得比较安心 农民兽警士表示 远去一小时 国人在农民行年的热门景点 在原地云民的餐厅场所 也必须严格执行安全管理措施 以保证访客的安全 农民新年期间 骑脚踏车成了国人娱乐消息的活动之一 两家共享脚踏车业者表示 使用率增加两三成 为了应对奥密克农民毒 也正增派人手加强消毒工作 来着警察李森宜的报道 比台湾中央甲中国下午火火热闹 据观察 每个大约十分钟 就会有人扫码 从前共享脚踏车 大部分用五组脚踏车 来进行修行运动 每个大约十分钟 确实在调整的运动 在新加坡的车路里 应该有增加 不会因为疫情要怕 因为就来说 新加坡疫情就是这样 所以还是会照样实用 收房业者表示 重新至今 使用率增加了20% 会应付需求 甚至增弹三成人手 在这两到三个星期的期间 我们会增加给我们的员工 轻多一点健职 拖放多一点车 还有进行一些消毒的工作 另外一家业者也观察到 初一初二的共享脚踏车 使用率上涨三成 外国力控制中善用脚踏车 两大业者都在更新车队 使用方力也比较顺手一点 因为以前旧的可能手怀率比较高 然后可能就要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好的 可不可以移用 什么brake有没有坏掉 可是新的就还蛮顺手的 我们这些单车大多数都涂发 大概两年了吧 所以我们觉得这时候 已经是要更新了 同时当然我们也是 就把这些所增加了一些 就以太阳那种版本效率更好 不过共享脚踏车 每人站为继续 或滥用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验证提醒人们保护这些脚踏车 被透露以及在申请 扩大共享脚踏车的数量 方便更多人使用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泽宁报道 随着东南亚情节能源的需求 急速增长 伊豆尼西亚整个中国发展 成为本区域主要的 太阳能收入国 本地太阳工业者 有意在巴南岛 尽早全球最大的 浮动太阳能发电厂 最早今年4月开始施工 这个发电站进攻之后 预期也将为我国提供能源 杜良康水库是巴南岛最大的水库 总运积超过20平方公里 可为当地提供一半以上的淡水供应 本地业者新生能源集团 有意在这个水域中 建造峰值容量达2000兆瓦的浮动太阳能场 部分电能将通过海底电缆 输送回50公里外的新加坡 新生表示 有意在印尼廖内群岛 采集7000兆瓦的太阳能 但下午成败取决于运输成本 新生在取年与巴南引尼自由贸易区管理局 签署协议耗资20亿美元 在杜良康水库建造太阳能发电厂 获得当地政府和数码产业的支持 下午预计会在2024年去国 到时我将能为引以集中边国家 提供大量的热色能源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节经文 我们明天见 特地晚安 明天见 请arı 明天见 经常 感谢 请